当地时间26号晚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首尔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李强表示 去年11月 习近平主席同首相先生在旧金山举行会晤 并达成重要共识 重新确认全面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 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引领 希望日方重信首诺 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问题 与中方一道相向而行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事关全人类健康 希望日方切实履行自身责任和义务 岸田文雄表示 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不仅有利于两国 也有利于世界 日方愿同中方保持和加强两国合作良好势透 全面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 双方同意加强各层级对话沟通 适时召开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 高级别人们交流磋商机制会议